肝好寿命长 少年要疏肝 中年要泄肝 老年要补肝 皇帝内经提到 肝为将军之官 不仅疏泄全身气急的流通 还储藏的精血 可以说 刚好体内泄血就强 人的寿命也就会长 那你知道吗 养肝也是分年龄段的 不同年龄养肝的用药也不同 就比如 少年养肝要用疏肝药 中年养肝要用泄肝药 老年养肝呢 我们要用补肝药 首先我们来说少年药 疏肝 现在很多孩子呢 学习压力比较大 又不想让父母失望 就在无形中 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压力 长此以往 便会引起肝气欲解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孩子 每天看着闷闷不乐 也不愿意和父母呢 有过多的沟通 以及胸闷气喘 情绪不稳定的原因 其实就是肝气欲绝 那针对于这种条理呢 叫以疏肝解育为主 其次呢 我们再来说 中年要泄肝 这个年龄段呢 压力自然更大 不再是简单的 干育了 而是干育时间长 干育化热 而需要频繁的应酬 少不了肥肝 后味 这些东西呢 又会生湿 从而引起肝胆湿热 比如说 口肝 苦肝 脾气 急躁 异露的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清肝 力湿热了 最后呢 老年要补肝 中医讲 干鼠木 皮属土 干木克皮土 干育久了 也会影响到 脾的孕化功能 从而引起 干育脾须 气血不足的现象 比如说 头晕 健忘 死脏 便吸等情况 其实就是 干育脾须 气血不足 这个是叫 疏肝 健脾 武器 养血 不过要提醒大家 每个人的情况呢 不一样 如果身体出现了 不舒服的地方 建议及时就医 便知清楚后再用药 不可盲目用药